那比如说现在呢 我在这呢 去写一个文本 你来看啊 Ctrl 加一次保存啊 这个我就写上多列了 行不行 在这里面呢 你比如说我写一个这个section 看到了吧 那这里面比如说 我给他填好多文本的情况下 那这个文字啊 默认情况下 他到什么情况下 才会自动遮行呢 啊 说话 说放不下的时候 什么放不下的时候 就宽度呗 啊 你看看 是不是这样的时候 他到达最顶端了 也要最右侧了 他是不是才会换行那样 嗯 边境现在是一列 一大列 是不是啊 那咱们怎么给他分成多列呢 来看啊 在这里面呢 有这么几个属性 第一个属性叫做Colom Count Count的什么意思呀 计数吧 是不是啊 哎 就计数啊 然后呢 他指的是列的什么呀 数量 也就是你到底给他分成几列呀 明白什么意思没呀 那Colom 这怎么读啊 gap 是不是啊 哎那他什么意思呀 列与列之间的一个 间隔 啊 那么来试试你看看啊 这呢我写个style啊 给他写一个内部样式表啊 然后加一下吧 行吗 马刃0 写一个 Paneling 然后再来一个这个section 我写一个Colom 是吧 Count 是吧 比如说我现在写个5 他指的是分成几列 5列 5列 在这呢我去刷新一下 你看看 可以了不呀 这样是不是就分成5列了呀 然后呢这个Colom 这个gap什么意思呀 它是不是一个间隔呀 你不写成40像素吧 在这呢去刷新 你看看 间距变化了没 我现在问你 你说这个间距我们调整好几百 行吗 没调整五百行吗 不行 不行嘛 嗯 是不是啊 哎不行 我整个你看一下 我整个这个 Body 它整体的宽现在就是1440了 是不是啊 你写了好几百 那倒怎么行啊 所以这个多列你记住啊 尤其他们之间的这个间距 还有列宽呢 一般情况下 就让它自动就行了 明白没啊 你不要单独去设置 特别夸张的东西 因为它整个 你没能明白我的意思没啊 对吧 它会受到一些 就是显示的一些影响的 能明白没 哎 好吧 这这两个属性不难吧 知道吧 哎就这么简单 你把它记住就行啊 后面呢 就是column rule 它指的和那个冰框是很相似的 也是三个属性的一个简形 color style和wise 看到了没啊 那么实现起来啊 非常好实现 你看看啊 我写个column 什么 什么 入 是不是啊 我就写上两像素 solid的 然后呢 再加一个 就ride 是不是和加边框 似的呀 它指的是每一列 与每一列之间的一个 分割 哎 哎 一个分割线 看到了没啊 哎 好了再继续啊 这第三个属性了 第四个 column fill 看到了没啊 那column fill是干啥的呀 它说呀 设置或者检索 元素所有列的高度是否 同意 那这是啥意思呢 你看看啊 我现在section有设置高吗 没有 没有 你看看 假如说section 它有高度的时候 你比如现在 我写成600像素 它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在这呢 刷新你看看啊 我给这个section呢 加一个背景吗 要吗 pink 对啊 刷新 你看到了没 看到了没 它到达最底端了吗 没有 有人列与列之间的 它这个 就是列与列之间的这个高度吧 它默认情况下就是自动的 自动给你分的 它确保是不是画五列呀 对不对呀 哎 那这样这个column field就起作用了 它能起什么作用呢 你来看啊 我们可以给它加个什么样 column field 我给它写成一个auto什么意思 自动在这呢刷新 看到了没有 现在到达最底端没 是不是到了呀 是不是啊 那这样的情况下 你看它设置的是什么意思呢 它说呀 你这个auto 它的高怎么样啊 是不是自适应啊 如果是这个balance的时候 它是以最高的一列作为统一 它的参照物是某一列 明白不 你设置auto 它是自适应什么呀 整个的一个内容呢 能明白没啊 哎 如果说你这个元素有高的时候 记住啊 要让它达到最底端的时候 给它设置成一个auto行 听到了没啊 这个东西还是挺关键的 啊 然后在这我给大家去强调一下 啊 强调一下啊 你看现在 你这是不是column column显成五列呀 并且是不是让它到到最底端呢 你看现在有五列吗 因为你内容比较少 它到不了五列 那就随便了 明白什么意思了没啊 它会受到一些 就是几个属性之间的一个潜质 你能明白什么意思没啊 哎 它不是说你分五列 我还得到最底端 人家没了怎么现实啊 那没办法现实了 能明白我的意思没啊 哎 好了 这是column fill 那column span呢 它指的是 横跨所有的列 或者是 不跨列 什么概念呢 看看刚才这个 你看这个 金利 L600开策者 看到了没 你看 它这个字 这个标题 跨了几列呀 是不是就是横向过来了呀 你看这个是不是也是横跨的 这个是不是也是横跨的呀 对不对啊 就是这意思 是否横跨所有的列 明白了没啊 你来看看 我们怎么去做呀 你比如说现在呢 这儿我写个HR 看到了吗 我给它写上这个标题啊 谁让它刷新 看到了没 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横跨呀 如果说你现在你看看 我给这个HR 看到了没呀 设置一个column 什么 子盼 我试试什么呀 哦 在这儿呢 去刷新 横跨了没 没有啊 其实没有啊 你看看啊 人家这个呀 我给你加个台色了 哎 写个sender 它在哪呢 你看看 刷新 看到没 这是不是就横跨所有的列了呀 嗯 能明白不 哎 哎 这是独立啊 行了 这个主要的就是这几个 那下面呢 来看啊 columnwise 看到了没啊 它指的是每一列的一个什么 宽度 啊 然后columnus 它指的是这个宽度和列数的 是不是一个简线呀 我在这儿跟你说一下 尤其是这个columnus 如果你用它的时候 我跟你说哈 怎么用啊 它说 它说是不是这个列宽 还有列数的一个简线呀 只不过我们经常用的是怎么用的 你就直接写个什么就行了呀 写columnus 后边加数字就行了 明白没啊 别给它设置这个列宽去 为什么 太早 我跟你说个东西 你想想啊 比如说你给它设置列宽了 列宽为500 然后你给它说5列 5乘以5是多少 2500 你看咱们浏览器窗口 我现在你看整体分别 那你是不是1440的 嗯 对不对呀 所以说能达到能达到2500吗 不能 它随说之间会产生冲突 所以说我刚才说 属性和属性之间 它有一个钳制的作用 能明白没啊 哎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设置哪个比较多呀 就是设置它的 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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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设置几列就行了 嗯 哪个宽度 列宽 还是那句话呀 你别说 你看啊 如果说你现在这个列数 我不去设置的时候 你这写每一个宽围 你看你写50% 看到了没啊 你在这呢去刷新 咱们打开 它怎么了 给滑掉了 然后呢 我们改它改成抗篮网 外子 我觉得百分比是不行的吧 这不管事啊 你比如说现在咱们给它设置成具体的宽度啊 比如300像素 这应该是 这是可以的 在这刷新 看到了没啊 这是可以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这个 宽度就是我指的是列宽 看到没啊 一般情况下不去设置的 那明白什么意思没啊 不去设置 好了 我现在给你点时间呢 然后你把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列的这几个属性自己试一下来 一会我给你说 那个瀑布流应该怎么去做啊